近日 网友细作三妹偶然发现了一篇周恩来总理16岁时写的武侠小说《金国英雄》 很快被小说的内容所吸引 寂寂荒郊 茫茫旷野 实则沉兴隐隐 小雾沉沉 几处阴云 一弯流水 小说以此开场 一老一少一轻衣女子自远处走来 故事由此拉开帷幕 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篇小说 细作三妹将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在互联网上迅速引起网友热议和转发 因为我比较喜欢周仲里 这个是前几天 前几天淘的一本 一套旧书 正好看到这一段就觉得很有意思 意思就贴出来了 就我也没有想到会一下子这么多人 我就反响会这么大 我没有想到他真的会写狭义小说 就是这一点挺意外的 我也是觉得啊 好可爱啊 周仲里居然还写小说 就是觉得委任一下子离自己很近 觉得这个人变得更亲切了 他16岁 就是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能写这么好的一个小说啊 就是觉得 哎呀 这个就是太有意思了 熟悉这篇小说的周恩来纪念馆副馆长施春生告诉记者 写这篇小说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尚在读中学 而那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时期 实际上这个小说呢 是周恩来总理这个在南开的时候 以飞飞为并明专写的一篇呢 这个狭义的小说 当时是刊登在这个南开中学的这个建议这个杂志 他写这个小说是1914年写的 也就是16岁 实际上这一年呢 当时中国啊也发生了一些事件 那主要就是5月9号的时候 原则可以介绍日本政府提出的这个中国还是一条小章 施春生说 金国英雄这部小说可以看出周总理的英雄情节 在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历史关头 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 拯救人民与水深火热之中 这部小说是写的一个侠女叫红飞影 她因为喜欢经常穿青色的衣裳 所以人家称之为青儿 而青儿的父亲呢 他是做保镖工作的 就是亚镖啊 做是练人一身好武功 来访于山东这一代 所以关键的他是为人啊 康贺好意 积贫 有这个独立大压的这种风气 我想呢 这部小说可以反映了周总理的这种精神 那就是有一个英雄的情节 这种英雄的情节 主要是想他呢 在这个当时的旧中国人民帅子生活在水深河之中 在外面呢 又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七年 总理啊 面临着国家这种状况 他心内里面是非常的忧愤的 他希望能够中国呢 做好起来 强大起来 那这种强大起来 总而依靠一些人类 就在他情报中就产生了这种英雄 正在当时的这种社会的状况 他希望能够出现这个一个英雄 这篇这个小说当中啊 他就希望这个英雄啊 能够纳于向同胞啊 伸出这个援助之手 能够帮助这些呢 能够伸张正义 让网友细作三昧有些遗憾的是 这篇小说并未完结 用时下年轻人喜爱的网络用语来说 追更的小说停更 无疑是坑了 网友细作三昧说 虽然小说坑了 但是他跟很多网友一样 其实并不在意 因为作者已经为大家提供了更好的作品 我还真没想到过 我是单纯就是觉得啊 周总理十六岁 写了一篇很不错的小说 然后呢还坑了 就是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坑了 因为这位大大了 他去救国去了 然后一下子这种感觉吧 所有的人就 顿时都产生共鸣了 我觉得是 就会有一些人当时就毁 我当时也觉得很感动的 就会说啊 周总理不是说那个没有填坑 他去填一个更大的坑 然后这是一个 把自己的狭义精神 变成了去拯救国家 这个意义就一下子变得很大了 我觉得是这个产生的共鸣 施春生告诉记者 从周总理的个性来讲 他的小说不会停笔 也许有一天 我们能够见到这篇小说的完整版 他的小说没有停笔 我估计可能是 一个方面就是他洗了以后 没有登到那个第三季 可能现在我们进行的第三季 没有发现 还有种情况 他洗了以后 没有来的街 登到那个进行杂志上 但是我们现在都找不到 据我们在周总理的状态 他既然在公内看网上发表 他肯定要把这件事要做完了 我想他应该是喜欢的了 因为他的这个高兴 他这个人是追求严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